超亲密小细节即将要开始了 它的精神是看戏要很日常 艺术要跟人很亲密 所以每一个作品只有20分钟 非常迷你 更特别的是 你可以在饭店的房间 还有小酒馆等等地方看演出 系列节目之一 导 整场演出没有一句对白 创作者会利用日常生活 常见的物件发出各种声音 跟戏偶勾勒出人们心中的小岛屿 没有对白没有知识的乐器 三个表演者一知细偶 吹手可得的生活物件 这场演出很不一样 我们就想说 就是有一个idea 就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个 物件的音乐会 然后就 因为我们通常就是来玩物件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物件去创造 就是视觉上的意象 但是或许每个物件 它也有它自己的声音 那或许在听觉上面 它也可以给观众一些不同的想象 透过各种物件的特殊声响 还有戏偶的动作情绪 描绘出人们心中的孤独岛屿 这是超亲密小细节的节目之一 导 它其实有点代表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一小块地方 然后可能这一小块地方 它其实很渴望能够被其他人了解 某种程度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受超亲密小细节之邀创作演出 黄凯玲早上同样是戏剧出身的好友 彭浩琴负责操偶 灵魂配乐则交给打击乐手余若梅 一下早我的时候我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不要用这么多乐器 就看到我们的鼓啊 然后这些很制式化的乐器 来当作发声的这个物件 没有乐谱的演出 对于若梅来说是全新的尝试 却也是更为自由的舞台 而每一次的练习排演的不是反复动作 而是一种默契 我觉得是就一直排练的时候 一直在找一个默契吧 因为我们的那个声音的部分 并没有说定下来就是 几排或是一个乐曲旋律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间timing都是 排练的过程的感觉 物件声音与戏偶的微妙互动 发展出岛的故事 届时将在饭店演出 邀请观众与戏剧展开一场最亲密的接触 请观众与戏剧展开一场最后